三名男性化者年月十五歲 無數前歐卡 已經可以A.D.A.戒擊一次 國小五年級的張姓小男童 躺在單架上毫無反應 救護人員急忙用CPR搶救 到院時男童的狀況 已經不樂觀 緊急救治四十多分後 還是回天法術 宣告不治 趕來的家屬悲痛萬分 要有連連 嘴唇發黑 看起來是有濾水的現象 到院的時候已經沒有呼吸 沒有心跳 呈現一個心臟功能停止的情況 經插管急救 大概急救了四十分鐘 最後還是回天法術 所以沒有救回來這樣子 這起意外發生在18號上午 外埔國小的五十多名學生 正在校外進行游泳課程 其中這名張姓小男童 疑似不明原因昏倒在泳池內 在場老師發現後 立刻請救生員進行CPR搶救 同時通報119 送往鄰近醫院進行救治 我們同仁到達現場以後 就是有民眾已經在那邊做CPR了 我們同仁經過評估了以後 他是屬於OCA案件 會創傷的 經過評估了以後 他上單假 就在車上就開始做CPR 直到差不多10點59分的時候送到醫院 那交由醫院的護士和醫生繼續急救 校方也表示 張姓男童出生時曾經開過心臟手術 至今也都有定期追蹤檢查 都沒問題 參加游泳課前也有經過家長同意 但沒想到還是發生如此悲劇 現場有老師以及救生教練 為何還是發生意外 校方也將配合調查 釐清意外的發生原因 記者陳柏翰台中採訪報導